台湾成为了最宜居住的城市和地区的排在前三位 新西兰是排在了倒数第三 这个不合理吧 他这个调查是针对于外派人员来做的 并不是针对普罗大众来做的 宜居一般不会只考虑收入了 外派人士也不会只考虑收入了 他会考虑那个地方的物价 生活的便利性 还有东西好不好吃 然后小姐漂不漂亮等等 对不对 有小姐漂不漂亮的这一项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我随便讲